嘿是的我是喜德啦 今天玩將別人之塔 跟大家稍微聊聊天喔 主線全通以後 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啊 一些自己的心得 首先這遊戲的關卡進度是 呃是非常簡單的喔 其實算真的不難喔 呃 我玩過其他這種抽卡遊戲來說 這個主線已經做的算是非常簡單的 簡單來說是內容 其實就是沒有開完全啦 但我相信這個 我打過這個討伐戰以後啊 我覺得他 他們其實是可以把關卡做的 很有挑戰性的喔 我玩了這關也尤其是 我還蠻其他後續的關卡 那我們這邊的話 開副前幾天的話 我們的活動 其實就是更好更滿喔 那這兩個可能比較偏向是 課金的活動啦 其實不一定要更滿 講這裡 奶油蘇打到底要不要抽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強度檔的話 他其實不太需要去抽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一代版本 一代閃出新角的時候 就會取代他 那我自己覺得 奶油蘇打的這個 角色機制啊 其實可能 其實有點綁手綁腳的 後來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出這種 簡單暴力的角色 那好友邀請活動的話 這個 我也是一個都沒有解完 沒有朋友 那其實邀請活動的話 這邊就還不錯 那邊解完還會送 這個一隻稀有角色 這個能跟的就跟喔 然後 每日愛心進行活動 這個也是不錯的 基本上你有加工會的話 為什麼有加工 加工會的話 你可以求助他愛心喔 所以我們這邊很容易就可以拿100 我就100賺 那這個任務我記得是有20天吧 新手20天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有2000賺 培下桃把這邊打完 無償也是2000賺 所以光這邊的話就送 可以將近15抽 13到15抽啦 那豪華千道步的話 這邊送的東西其實也是非常好的 最後也是送這個 關武啊 法寶石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這個全通的陣容 其實真的沒有很滿喔 光這樣喔 用個五星然後 我是用這個搖滾啊 然後羊柑橘 這樣就會全通了 那目前我的課金是 進度大概是8000到1萬之間 小課啦 小課啦 其實我覺得真的 無課就是花時間 小課花時間 絕對可以通過 而且 這遊戲我覺得 對 佛心的地方 還是說我們這個故事 佛式 可以共鬥喔 可以兩個人一起玩 我就覺得說現在的人 怎麼這樣忙一點喔 所以我們玩遊戲就是 就是 就是蠻孤單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 可以一起組隊打怪的感覺喔 然後 我也很開心 就是說這個公會啊 這幾天招生以後 招一招 就把這邊的人招滿了 公會就可以 要趕快喔 那之後如果想要叫我公會的話 就叫他排隊啦 哈哈哈 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 那就是講商店的部分好了 我們這邊等級禮包的話 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個常駐禮包 應該都是還 就是會一直出啦 那你有能力的話 就把這個禮包買滿 我是說小課 或者是真的喜歡玩這遊戲的玩家 然後呢 通行證 那你就通行證嘛 我覺得最低要求 這遊戲最低要求 就是通行證一張 我覺得比月卡還重要 主要是說他免費 其實這遊戲可以玩得很休閒 因為就是要買這個掃蕩的功能 你體力一滿了 就把掃蕩就可以下限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遊戲的這個 呃 小 呃 花的時間 因為我 呵呵 懂我意思吧 就是要忙的時候可以很乾 要乾的時候可以很乾 不乾的時候可以不乾 然後遊戲禮包 這個也是沒禮包 這個我都沒有買喔 所以 你看我這樣子的話 我還存了大概三萬六千鑽 可以存未來的下一個池的一百抽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該清的還是要清喔 那我會推薦說 角色的話還是 專門練滿就好 其實大概55等的時候 你大概就是要開始 把這個弄到35等 把角色弄到35 其他角色弄到35等 呃 你的隊友啦 因為你這邊會卡支援 所以你這邊大概就是 50 353 我這邊的時候會開始卡支援 喔 這樣才能推進這個進度 然後之後再開始把主力再升到60 應該滿等是60沒有錯啦 到時候再看一下 然後就可以開始把慢慢練 慢慢練 之後應該是每一隊 這遊戲就是這樣 這種 超卡角色遊戲就是這樣 每一隊全部人都是要練的 所以基本上到最後早晚都會練滿 但我真的還滿滿意說 這個遊戲喔 玩起來就是很休閒啦 然後看起來很療癒很療癒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一樣喔 這邊剛好想要刷一下 就是 看這邊加倍副本 就是該刷就刷 我們剛好掃當一下 掃當了 掃當了一場 剛好缺錢 剛好這個部分送經驗加倍 然後這幾天都一直在不斷的送這個掃當券 所以 自己 討伐券啦 結果 有點忙啊 沒辦法乾 沒有辦法跟這個隊友一起乾這個王 好 這六角 神靈 乾完 掃當一下 看看搞不好就可以打一下這個 把我們的這個 蘇打餅乾升到六星喔 看看是不是可以升到六星ですか 把我的可愛的餅乾 我有個高中朋友叫做餅乾 啊 沒有錢啊 沒有錢要用有錢人的做法嗎 直接買嗎 直接買嗎 呃 這邊買起來剛好這邊掃當券 也拿起來了 所以 真的不用去擔心也不要什麼強度焦慮啦 我真的覺得不用什麼強度焦慮 因為 目前遊戲開的內容喔 是 相當的少的 相當的少的 基本上 我也蠻意外說怎麼會這麼少 因為三天就把 所有的內容給乾完了 對啊 三天 所以這個遊戲 先可以當附遊來玩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哦 我本來就會玩很多遊戲 像我自己也是玩 隔壁棚的遊戲 隔壁棚的遊戲啊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當附遊玩是還不錯的 然後提升我們的 貨特本級 對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這邊 關卡這邊呢 也都沒有清完 到時候找時間慢慢清喔 對啊 基本上遊戲當附遊就這樣 我們一個大主線 一個 關卡 然後後面就是玩角色 然後 分裂之塔每天清個兩場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來清一下分裂之塔好了 多清就清 來 出發 哦 不都怎麼出發 那分裂之塔的話 也是能刷就刷啊 就是你有空就刷 沒有空就跳過 因為他其實也是可以用 其他東西取的 那分裂之塔 主要裡面拿的就是一些潛力道具啊 潛力卷軸啊 什麼的 好 那我們這邊 五星的蘇打餅乾 那五星蘇打餅乾簡單 拆大招 哦 五星大招就可以直接有多浪漫的 直接 虎弓接虎弓 會有四條 那這個蘇打餅乾 其實是有個小小的bug 就是那個氣條 如果伺服器不穩定的時候啊 他會 檢視錯誤啊 譬如說你 你明明就沒有放技能 卻有氣條 你明明就沒有放技能 卻有氣條 真的是很奇妙 OK 那 這樣走 那意思就是 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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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 主星 那我這樣子放完 你就切回主機 那 我不知道大家玩 玩這遊戲的時候 手機是不是會過燙啊 哈哈 我玩更多考察的模式的時候 發現手機好像過燙 但是我直接 這個 主線任務的時候 卻沒有這個問題啊 然後現在我跟現場玩 然後接手吧 體感還不錯 但是我現場沒有特別好 所以 看起來可能畫面會小卡小卡的 但就 還可以接手 那 最 最多滿意的就是 他可能為了 有跟這個 谷歌合作吧 對 有跟谷歌合作 有 所以就綁住我們的專用模擬器啊 有些自己的模擬器 沒辦法用 就覺得蠻快的 要嘛就自己開發一個電腦板 可能是金貝不夠吧 都拿去做可愛的餅乾啊 好 這樣 我最好想這個 蘇打餅乾 開打啦 喔 蘇打重擊 開一個 一刀一個 蘇打重擊 一刀一個 一刀一個 開啪 那 所以 我們蘇打 為什麼我今天影片 找一趟 就是說 無刻小刻 真的就是慢慢玩啊 你看我張 五張小刻 五張小刻一點 三天就把 劇情全破了 這裡面花多少時間 不到 不到十個小時就全通了 這蠻意外的 因為有些的 這種類型的直播遊戲 釋放出的內容啊 這場大概是在遊戲直播 二十小時左右 欸 關D一隻塔帶 有寶物嗎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喔 台語說 雷把心爆爆 那 現在還蠻期待後面的角色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說 他 對遊戲的這個角色啊 他不是限定 是搞加倍 所以說這個 做大餅乾 以下補 補線測到 但未來會不會搞成限定值 就不好說了 但我現在還蠻滿意現在的模式 就 很沒有逼客的感覺 好了 那今天的這個 主線 你跟大家聊聊天 主線通關心得就在這邊了 我是CVG的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